一对夫妻用毕生的储蓄 在伦敦南部买下一栋破屋 这里残破不堪 像废品收购站 好在两人都是室内设计师 我们看到的这些是铁锈 在他们眼里是岁月的痕迹 而且这空间够大 足够他们发挥 夫妻俩都喜欢法国 打算把法国的街头风景融入到设计中 面向巴黎街道的一山上大门 都隐藏着另一个世界 巴黎传统连排高级厮宅 围绕中庭而建 尽力的空间隐藏在大街的门后 夫妻俩未知着迷 被他们买下的伦敦破屋 同样也是夹在两排建筑之间 夫妻俩也想在这复刻法国庭院 院子里有室内空间 原先是牛奶厂 空间不小 二楼是带着鞋顶的棚屋 可以改成好多个卧室 贝斯和安德鲁的主屋坐落在后面 他们打算包掉前院的屋顶 重新建设金属横架 然后从中分割出停车位 其他空间则转化成法式庭院 每是斜屋顶前后只需用拖梁加布 飘高天花板距离地面4米 大屋子只设两间卧室和浴室 底楼则将延伸至庭院空间里 打造出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和起居室 一大片玻璃让室内外空间连成一体 粗广的房屋最里部打造出第二庭院 让自然光洒进屋内 另一侧是小书房 天井采光 最后用钢板封顶 整个过程打算一年完工 期间贝斯将担任工头 负责纸致点点 工程预算26万英镑 DP92万英镑 工程队入场开始拆卸牛奶厂 贝斯保留了被拆卸的物件 都是些破门破管道 承包商第一次见这么持家的业主 接着屋顶也被清除干净 露出纤细的木粮 施工队建议把这些木粮也拆了换新的 不然还更花钱 但贝斯就喜欢这种破旧的氛围 宁愿多花2000英镑修复木粮 六周后 施工现场已经变成垃圾回收站 安德鲁打算拿一部分废铁做成灯架 然后拿起工具将铁架焊成想要的形状 主持人被迫当帮手 与此同时 房屋顶的第一层也做好了 外层再铺一层隔热板 接着铺上工厂用的钢板 只需7500英镑 其实耐造 屋檐和拖梁用钢片修补 地板开始铺设地能 用水泥将地下热导管覆盖起来 过程进入到第四个月 房屋开始安装落地窗 他们采用传统钢框架玻璃窗 整个门窗花费27000英镑 最后的成品是这样的 果然够老实 现在两夫妻可以专注新房的室内设计了 为了寻找残旧复古风的灵感 贝斯来到英国破旧的老街区 这种破旧的地板 和吊漆的墙壁十分吸引贝斯 但是为了符合现代建筑规格 夫妻俩不得不再就墙上注入保温层 加盖木板和涂上灰泥 贝斯打算把这种高级粉融入到家中 还想把这种卷闸门复制到新家 工程进入第六个月 夫妻俩开始把不同的组件迁入庭院里了 施工队拆掉塑料屋顶板 剩下生锈的钢铁框架 房子里面涂上镊子 房屋顶上还留着老旧的木质托梁 夫妻俩想要保留这个就得做好防火措施 恰好北伦敦有个建筑研究院 这里是设定英国建筑规格的地方 世界上大部分防火条例 都是根据这里的实验成果拟定而成的 贝斯就打算在这里挑选材料 未经防火的木板 火焰燃烧四分钟后会被烧穿 另一块木板喷了防火涂料 防火涂料预热会变大变高 保护后面的材料 只要用料够足 可以在一个小时内阻止火势蔓延 烧了十分钟背面果然还是完好了 牛奶厂的118条拖梁 被两个小哥反复涂了好多层 前后花了三周时间和5000英镑 为了省钱 夫妻俩决定剩下的墙壁自己涂 建筑工程进入第七月 施工队加快 确保在12月内竣工 安德鲁在废金属吊灯上 加上最后的装饰 灯罩从吊灯开始延伸 是由旧水槽改的 安德鲁决定把灯饰悬挂在金属横架上 这期属于是废物大改造 浴室的水槽从实验室搬来的 灯罩是从二战时期的战舰上敲下来的 瓷砖故意挑选的刺火 水龙头也选得上世纪使用的黄桶 真就是主打一个怀旧风 大铁门被换下来 室内建筑工程进行的如火如荼 装到位改造如期结束 主持人回到现场探访 大门被换上了沉稳的黑色卷帘门 看着像个车库 从外面完全看不出里面装的啥内容 让人止不住想象 通过小门可以看到里面花园的一角 从入口处往屋里的方向走去 可以感到一股空间魅力逐渐递进 庭院前是个私人车库 头顶上有一盏废铁打造的吊灯 我是真看不懂这玩意 他们应该祈祷不要掉下来 不然砸出破伤风 牛奶厂原来的门经过装饰后 成为区隔车库和庭院的屏风 里面是一个小小魔法世界 种满各种花草 植物摆设恰到好处 颜色也很漂亮 我总算是抓到夫妻的审美了 这种氛围充满休闲气息 有种隐秘的感觉 如果看得够仔细 可以发现到处都是秀迹斑驳 都是精心布置后的破旧小玩意 就连生锈的电插座都保留下来 混凝土也是旧的 新旧之间的平衡 藤类植物爬上屋顶 倒影在玻璃上 光影交错 拉开双开门 是超大的厨餐厅空间 比预想中的要精致 工整 更觉得处理 是从这一侧可以直接看到后院 抬头可以看到卧室 达到景色的一致性 石膏打造的墙面和工业金属矿 增添出旧仓库的味道 天花板还是那个天花板 房子没做过多的装饰 沉稳温加上小摆件 为客厅定下基调 每个墙面却又不一样 木制家具门把手 黄桶水龙头 小臂灯 融合统一的风格 整个空间体现出不俗的品味 接着往里走是一个小暖窝 这是个音乐室 配上小沙发 另一侧是工作室和书房 两侧都能看到后院 住这真是享受 屋外的高墙给人极大的隐秘感 名副其实的观景墙 接着到楼上看看 踏上木制楼梯 走到灰泥墙面 橡木地板的空间 地板给人怀旧的感觉 楼上是个朴实雅致的空间 目前只有两间卧室 孩子房可以隔成两个房间 如果有二胎的话 另一侧是夫妻主卧 窗户外可以看到铁架 房间主打一个朴素 主卧旁配备洗浴和卫生间 温室还能打乒乓球 铁架灯是这种效果 夫妻俩觉得这次改造很圆满 最后只敲出预算1.2万